祷告第二天 属天的信心 亲爱的天父 我为我的孩子 有属天的信心祝福 他的信心 不是建立在自我的才能上 也不是出于一时的激情 而是相信 神在掌权 相信神对他的生命 有美好的旨意 相信神的带领 不会有差错 因着他对上帝的信靠 他要对环境和遭遇有信心 相信即使受苦 也是与他有益 相信失去 也有神的美意 相信上帝若关了一扇门 必会打开另一扇 相信神为他预备的是最美的道路 他要相信神的意念 高过他的意念 神的道路 高过他的道路 无论环境多恶劣 神总不丢弃他 我为他祈求 他的自信心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 不是偏行几路 还执迷不悟 不是独断专行 不听人劝 而是相信自己 有能力 反省 而广纳意见 相信自己 不一定是对的 而更显谦卑 相信神会带领 而不急于求成 相信万事 互相效力 而不暴躁易怒 我也为他祷告 当他犯错时 能相信 只要悔改 主必赦免 因而不掩饰罪行 反要速速回到主的面前 相信上帝的主权 必使他常常亲近主 寻求神的旨 心轻易 不以自己的意思 为神的意思 而犯下胆大枉为的罪 我求主让他学习信心 是来自上帝的赐予和感动 而非来自冥想 求主教导他 不是运用信心 换取自己的利益 而是让主的旨意成全 我为他祝福 信心带给他的是柔软 而非刚硬 是把问题看得更透彻 而非更混乱 是让别人蒙福 而非受伤 是让自己更知道 如何面对困难 而非逃避苦难 因为主 全能者 永远是他坚固的保障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